各位,立法會一個專責委員會 今天就繼續就調查西九比賽事件進行言訊 後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傳召出席 他說第一次知道自己公司被參賽者列為顧問團隊時覺得驚訝 因為戴德良行沒有資格參加有關的比賽 梁振英說比賽的評審工作只是三天 而不是上次重大或長期的委任 他不記得有沒有跟戴德良行的同事提及 又推理說若同事知道自己是評審的話 而公司接獲涉及參賽者的工作 他們一定會告訴自己 他重申戴德良行只是產業測量思考 沒有資格參加有關的比賽 梁振英又說當年的評審團告訴他 戴德良行被楊經文的公司列為參賽團隊成員之一 當時自己感到驚訝 並即時致電公司前執行董事照感權了解 而當時由於心急 電話對話中的語調比較急速 而他希望外界了解事件真相後 能還他清白結束猜測 而立法會議員林大輝在會上就質問 梁振英是否堅持自己沒有做錯 他回應的時候說 立法會公開更多文件中 已經澄清了很多猜測及傳聞 所以不會改變上次的供詞 而人民力量的黃毓民就認為 梁振英不應該談及個人感受 而梁振英早前又提出將政府架構改造5C14局 立法會主席曾慾成就說 現在評論改造政府架構是否太闖存不成熟 他說政府應該預留合理的時間 給立法會議員審議 評論性架構很壞要視乎政府提出甚麼理據 以及提交立法會的文件是否有解釋清楚 而對於梁振英委任羅范昭勳做後任特首辦主管 是否反映新舊政府交接有困難 曾慾成就說梁振英自有他的理據 應該交給公眾評論 而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就說 現在政府應該全面配合新一屆的政府籌組班子 並且要在7月1日之前完成 以協助平穩過度 他又說現屆政府剩下的任期不多 但效率偏慢 他又認為現任行政長官曾慾權 有些外訪是不必要的 而他暫時還未收到後任行政長官梁振英 邀請工聯會成員加入新班子的邀請 小哥天理 隨著覆蓋華南的雲帶逐漸轉搏 廣東沿岸地區的天氣將會在明天好轉 預料一股活躍的偏南氣流會在下星期初 為華南地區帶來驟雨 預測明天4月22日的天氣 是部分時間有陽光 初時能見度頗低 氣溫介乎21至27度 相對濕度60至90度 而風勢方面制吹和緩的東風 今次新聞報章,再見 今次新聞報章,再見 今次新聞報章,再見